首先我们再重新理一下思路 什么是函数什么是反函数 当我x能对应某一个y 那么这个y就是函数 这样一个对应关系就是函数 那y会显得fx 这是我们习惯的自变量应变量 好有的同学就会想 那反函数是不是就是把f2y导过来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反函数跟函数其实是同一条曲线 只是你把映射关系换过来 你由y映射到x 那这样的一种关系 其实就是反函数 或者我们这样看 左边是自变量 右边是应变量 当我们x映射到y的时候 这个映射本身就是我们的函数fx 那相应的同样的y返回映射到x 那这时候对应的就会变成反函数 而这反函数呢 它的自变量就会变成y 我们可以写成gy 这才是比较准确的这样的一个反函数的定义 而且呢我们一旦掌握了这个比较准确的反函数的定义 我们就能够很容易的写出反函数的导数 那首先函数的导数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极限 它等于limit 我们可以笼统地写成delta y 除上delta x 那反函数的导数是这种映射关系 自变量变成y 因变量变成x 所以相应的 反函数的导数 就会变成limit 新的因变量 就是delta x 除上新的自变量 delta y OK 也是gy的导数 这个映射导数 是由这样的一个函数来表示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发现 原函数的导数 乘上反函数的导数 一定是等于1 只不过原函数 你要用x作为自变量 反函数以y作为自变量 OK 那一旦了解了这样的一个关系 求函数的反函数 求反函数的导数 就非常非常容易了 那话不多说 我们做一道题看一下 OK 那这个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 除等函数导数的一个基石 就是axine的导数 OK 请大家 用我们刚才的这个关系 就是 反函数的导数 无非是 原函数的导数分之一 也就是它的一个倒数 请大家利用这样的一个关系 来求出axine的导数 OK 我们试一下 如何用刚才说的 反函数的导数 无非是原函数导数的倒数 这样的一个方式 快速的求得反函数的导数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想求的这个axinex 它是 如果你认为它是sinx的反函数导数的话 那你能写出 它的原来的函数吗 我们可以这样标记一下 y等于axinex 那么呢 其实 它的原函数 也就是反函数 再返回来 它的反函数 就会变成x等于siny OK 是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那么相应的 它的导数 你会求吗 siny的导数 是cosy 对不对 我们之前证明过了 所以呢 原函数的导数 就是cosy分之一 就是这么简单 因此呢 我们可以这样写 y撇 就是它反函数的导数 是原函数导数分之一 就变成 1除上cosy OK 那么1除上cosy 就结束了吗 事实上 从头到尾都没有y 这个东西出现过 因为有的只是一个 函数表达式而已 所以呢 你所有的表达式 都应该用x来表示 OK 所以的话相应的 其实并不存在cosy这个事情 而是1除上cos y是 arcsinx 就是变成 arcsinx OK 是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有点奇怪 这个要怎么求解 或者说怎么化解 很简单 你回到三角函数的原始的 这样的一个表达式里面 OK 首先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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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画一个直角三角形 如果 斜边是1的话 然后 角度是x 那这条边的边长 就是sinx ok 然后 然后 arcsinx 无非是说 sinx 所对应的这个角度 那3x 所对应的这个 角度 在求cos 是这样的一个 cosx 不好意思 说说 是 是这样的 你这条边 是要 当做是x 然后呢 它求角度 这是 arcsinx 那 arcsinx 这是一个 写成弧度字的一个数 那它 求这个东西的cos 其实呢 是 求这条边的边长 OK 那就会变成 根号 1-x 平方 也就是 这一个角度的cos值 其实恰好是 这样的一个边 因此呢 这个画解 是很自然的 也就是 cos arcsinx 是等于 根号 1-x 平方 OK 那么这时候 我们就完成了 从头到尾 都只用x 来表示出 这样的一个 函数值 OK 因此呢 把它总结一下 就是 arcsinx的导数 等于 1除以 根号 1-x 平方 好 那相应的 你也会很快的知道 arccos的导数 为什么 因为 arcsin和 arcsin加起来 是一个 恒 就是 恒量 二分之π 所以它的导数 一定是负的 这个值 OK 负的 1减去 x平方 就是这么 奇怪吗 没错 就是这么奇怪 好 那这是 arcsin的导数 它用到的就是我们 反函数的导数 一个公式 好 下面请大家 用相同的方法 求出 arctangent的导数 arctangent x的 导数 是1除上1加x平方 请大家证明一下